周易聚挂转 思读道也 饮食必有种 故受之以种 种必有种喜 故受之以诗 师者种也 种必有所彼 故受之以彼 彼者避也 避必有所粗 故受之以小粗 物粗然后有礼 故受之以礼 礼而怠 然后安 故受之以怠 太者通也 物不可以中通 故受之以彼 物不可以中彼 故受之以同仁 與仁同者 物必歸然 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形 故受之以欠 有大而能欠 必如 如必有除 故受之以除 以喜除人者 必有事 故受之以古 古者是也 有事而後可大 故受之以臨 臨者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 故受之以誓合 合者合也 物不可以久合而矣 故受之以備 避者識也 知識 然後亨則盡以 故受之以摸 摸者摸也 物不可以中盡 摸 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伏 伏則不妄以 故受之以無妄 有無妄然後可束 故受之以大束 物束然後可養 故受之以疑 而者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 故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中過 故受之以陷 陷者陷也 陷必有所禮 故受之以離 來者禮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 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男女之道不能無敢也 故受之以陷 陷者敢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故受之以行 行者久也 蜜不可以久居其所 故受之以頓 頓者退也 蜜不可以中頓 故受之以大葬 蜜不可以中葬 故受之以盡 盡者盡也 盡必有所相 故受之以名疑 而者相也 相於愛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歪 故受之以規 規者歪也 歪必有難 故受之以展 展者難也 蜜不可以中難 故受之以解 解者緩也 緩必有所失 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以必亦 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以必缺 故受之以拐 拐者缺也 缺必有所愈 故受之以拐 拐者愈也 蜜相遇而後聚 故受之以碎 碎者罪也 罪而上者慰之聲 故受之以聲 生而不以必困 故受之以困 困扶上者必反下 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格 故受之以格 隔密者 革密者莫若頂 故受之以頂 主器者莫若掌子 故受之以鎮 鎮者動也 甯不可以中動 滯不可不其中動 子之 故受之以近 近者子也 可不可不可中止 故受之以沾 尾者盡也 盡必有所歸 故受之以歸媒 得其所归者必大 故受之以封 封者大也 同大者必失其居 故受之以女 女而无所容 故受之以信 信者入也 入而后月之 故受之以对 对者月也 月而后闲之 故受之以换 换者离也 物不可以终离 故受之以捷 捷而信之 故受之以忠父 有其信者必行之 故受之以小过 有过物者必制 故受之以忌制 物不可穷也 故受之以未制忠言